玛丽亚不仅爱中国也爱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艺术 她在家乡的时候 经常会通过我们的中文国际频道 看一些戏曲节目 玛丽亚你被戏曲节目的什么东西所吸引啊 我第一个是他们的跨装 特别漂亮 第二个是他们的服装 第三个是他们的表现 因为我在斯拉里人的时候 我真的听不懂中国话 但是我看他们的表现 有的表现可以告诉我特别什么意思 哎呦有的表现有一点面腆的 有的表现有一点劲的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了 玛丽亚她跟她的中国妈妈呢 也学了说唱脸谱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玛丽亚 为我们带来说唱脸谱 那一天爷爷令我吃饭天气干 看见那舞台上面很多大花脸 后来光流浪也所有的脸 一杯唱一杯汗 哇呀呀呀 好想太累 其实大家从上在变 对啦 哦 也许多吉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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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吉尥 说书话听起来不本来这是丁 他唱的说的全是发言怎么听 也不懂漫画灯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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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犯错一句光是龙虫家话 弄得拼得三大千 我怎么能够隔上时代 隔上潮流戏当大潮汐 你不总是这么一天笑话 你对军伥不懂撒 你对军桥一天天夯大 你只要连全都没这 一人 这一人 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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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玛丽亚 大家知道吗 咱们中国的戏曲服装 好看归好看 但是戴起来很累 玛丽亚头承受得了吗 我喜欢 只要喜欢怎么都可以 看得我们也非常的开心 特别是玛丽亚的眼睛 睁得大大的 真的是太吸引人了 听听咱们台下嘉宾期的三位嘉宾 看了这段说唱脸谱 什么感觉 她生情并茂 她里面加了原厂 加了错步 加了身段 加了眼神 她把每一个词 她都挺吃的挺透的 这点是她用功 我们一看就看得出来 她不是说我玩票 而是真的拿一个作品给你看 这是我们觉得特别很惊讶的 她的说唱伴舞绝 她整个这几种 她在台上通过一首歌 都给你表现出来了 尤其她脸上特别有戏 她这首歌 她唱这首歌 她脸上就 有点精具 有人物的感觉 有人物 有人物 错步了 完了还得手嘚嘚了 听她演唱 我觉得你特别过瘾 特别过瘾 四个字啊 谢谢 谢谢盘强 你好好事 请坐 杨光你初识玛丽亚的时候 她的中文还说得不太好 你听不懂 但是刚才听这段戏歌 你听得清楚吗 这是她在外面演出 应该说 叫做率很高的一个节目 也是效果最好的一个节目 你说一个外国朋友 能把这精具的字 唱明白了 说明白了就不容易了 然后再加上身段 表演得那么全方位 所以说 玛丽亚 我跟你说句实话啊 作为一个外国人 你给中国人争了一口气 你知道吧 继续努力吧 中国永远接纳你 谢谢你 谢谢 谢谢杨光 谢谢你 谢谢 说到玛丽亚的这份刻苦 我们刚才说了 拉上窥头 我们都不怕难受 玛丽亚还有一个刻苦的 我跟大家说说 这是报个小料 我们在找这张服装的时候 这套服装 玛丽亚的这双鞋 我们服装师找来 对不对 比玛丽亚本身的号 要小了三个号 但是玛丽亚说 我穿 我们服装师说 别穿了脚会疼的 她说 我不怕 因为我要上台 给大家表演 谢谢 她刚刚 我就跟你们说的 这个时间到现在 我的脚都是这样 在里面 可怜的姑娘 我们现在赶快去换鞋 好不好 好 换衣服 谢谢 谢谢